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伟华老师 接下来介绍一道非常好吃的料理 它是运用硅甲腕的原谅酱油 与硅甲腕的料亭和露 肖余风味 制作的一道马来鸡 我们今天的所使用的材料有 去骨鸡腿肉 水 大蒜碎 二分之一颗洋葱 两颗马铃薯 再来就是两根朝天椒 少许的油 还有我们的 椰奶 咖喱粉 还有干燥的香茅 但最重要的由我们的 硅甲腕原谅酱油 与硅甲腕料亭合入煎鱼风味 这道菜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先把鸡肉给煎香起来 我们用少许的油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么一点点的油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发现 鸡皮本身有很多的油脂 我们先鸡皮的这一面朝锅子里面 也就是说所有的肉都朝上 鸡皮的部分全部朝下 我要利用鸡皮本身的鸡油 煎出来之后 再来炒香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材料 让它的味道非常的统一又很香 像这样子 有上色了 我们就可以拿起来备用 我们接下来要做炒料的动作 大蒜 很美妙的声音 再来就是我们的朝天椒 香茅 洋葱 重要的咖喱粉 这时候下来 为什么要炒它呢 我们要把咖喱粉本身的香味炒出来 我们所有的香料呢 拌炒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下我们的主材料 也就是我们的鸡肉 接着我们要倒入鸡甲腕原谅酱油做调味 鸡甲腕原谅酱油使用非基因改造的大豆 不添加食品添加物哦 味太甜味太甜的口味 品尝得到酱油单纯的味道 也能让这道马来鸡多了份酱香味 我们这道菜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叫做高汤 一个很棒的高汤的比例呢 是1比8 就是一份的和露 8倍的水 整个香气起来之后呢 我们把料亭和露的高汤倒入 整个锅子呢都已经沸腾了 然后香气也出来了 我们把这次里面呢 另外一个食材 也就是马铃薯倒入 让它在汤汁里面呢 吸收汤汁的精华 煮到现在呢香味非常的好 因为呢所有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 马铃薯也呈现一个松软状况 这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最后的一个材料 盐奶把它淋上去 记得淋上去之后就关火 这道呢就是使用 硅甲腕原料酱油作为调味 并且使用硅甲腕料亭和露 鲜鱼风味来做高汤 所制作出来的马来鸡 南洋料理的特色呢 就是运用非常多的辛香料 但是与酱油呢搭配得宜 它就会变成风味非常美味的 一道南洋料理 更多东方经典餐桌食谱 请上硅甲腕网站